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踝骨痛 我现在看看问问 有没有人现在踝骨正在痛 踝骨 脚踝 我们看看 我是买票的时候好的 是喔 要来这里买票的时候 我是江西来的 也是喔 这个买票这个车站这个一滑 这滑一下屁股脱下去 这个就撑 那你这里脚怎么样 现在什么动作会痛 这跑起来还是有点 这里还会有一点牵着 这个当时是这里痛 这里牵着痛 好 你脚鞋子脱下来 好 因为我还有问题 因为它讲的已经到下面来 又是另外一个开关 不是脚踝 所以脚踝有分 那你脚 当时玩的时候这里有点疼 或者这里 要是跑步的时候跑一下 这里 这里有疼 好 那我教各位 你看它一个脚踝扭伤 其实它伤到两个开关 我一听完我就知道答案 因为它刚刚讲 这里也疼 对不对 对 这里也疼 对不对 脚底也疼 那踝骨这里也疼 那我们臀部到底管的位置 管到哪里呢 它的界线就在这一个圈圈 这个圈圈 这样懂了吧 这个圈圈以上的 通通属臀部管 这一个圈圈以下的属怀骨管 所以它下面的是什么 怀骨也伤到 那它一般扭伤的 以我的经验 都是扭到这个怀骨居多 到竹背的比较少 比较少 那它刚刚讲的是这一个点 就在怀骨旁 也就是我这一个线 压过去的 这一条线压过去的 还是属臀部管 所以也就是怀骨下沿 这里还是属股引起的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还有人说 我这里解析 我这里有一个穴位在痛 也有很多人这里痛 那这里痛是哪里管的 还是属股 不是脚踝管 因为它刚好就在这一个线 有没有 线压住的还是属股管 所以到这里 这一个点 如果这一个解析痛 谁会想到是属股 不可能想到 那这个还是在属股 所以这一牵以下的 通通是属股 那如果这一牵以下的 好我们现在来 顺便调到下面 来看怀骨的图案 好 怀部原始点 这是足底痛 足底痛它足底也在痛 足底我有分三段 这个我说 如果这三段 到我太太往生 我以后面才找到答案 但我太太也有足底痛 当时候足底痛 痛到不能走路 我用什么温水啊 什么姜啊 然后酒啊 然后泡浸泡 没有药没有效的 那它的痛是 几乎三段都痛 连触力都不行 那两脚都一样 所以只好躺在床上 一两个月 动弹不得 那所以这个脚底 我对脚底的痛 就特别怎么样 流心 到我太太往生后 我就慢慢细心去研究 终于确定 后段痛跟中段 都在脚踝内侧炎 那前段痛呢 就在足背 足背的对称点 所以它脚底的处理方式 不大一样 那如果是中段痛 就痛差不多一列这一个点 内侧的这一个点 管中 那如果后面这一段痛呢 也列在这一个点 后面这一个点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后段或中段 你就把怀骨的这一段 内侧的这里 都把它揉开了 一点点而已 但是一点点管理的不一样 如果足底这里痛 是这一个点 中间是这个点 差一点点 所以我已经做到那么细了 它压下去会管理到哪里 它变成一个规律 我们科学最重要的 核心价值在哪里 是在找出规律 而不在说明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找出规律 那这个已经都算很有规律 也就是他刚刚讲的 他内侧这里也在痛 所以如果痛旁边 这里是这里管的 这样大家了解 好我先把竹背也讲一下 竹背痛是内外侧都有 如果中间痛 内外侧都管 但如果竹背是靠外侧痛 我们就揉外怀骨 如果靠内侧 就揉内怀骨的前沿 这样懂吗 他前沿管理这一片 这样会了吧 好那现在我们介绍的怀骨 还有足底痛都介绍完了 等于整个脚 那既然介绍到这里 我顺便 因为前段痛是揉这里 这是个红红的 就是你痛这一点 假设痛这一个点 那这个对拇指 你就揉拇指的这一段 就可以好 如果痛后面这一个点 你就后面这一个点 它是对称点的 也就是你痛这里 你就对过来揉这里 万一它是前面都痛 整段都痛 那整条都揉 四条都揉 那前面就可以解决 这样就简单多了 那中段就是揉这一个点 那后段揉这一个点 那后段一般人 三段以后段最多人得到 那后段得到的 一般都找医学是没有用的 他们西医都在这里造S光片 说有长骨刺 都是这样 然后要开刀 这种骨刺不会痛的 所以我在昨天已经讲很明显 骨头本身不会痛 通通是筋伤 所以这种要开刀 我说刀下留人的 已经做了很多了 做完他们就不开刀 因为你从内侧揉开了就好 但是后段内侧炎 这里揉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 这一条红线会延伸点 它的痛点会往上延伸 比较严重 那你就把整条揉开了 这后段就可以完全好 我以前有时间 我还会讲故事就是 这里好像有一个我的朋友 就是后段痛 痛两年 痛一两年 那开始是找吸骨科的 结果吃药一直没有好 那吃了几个月之后没有好 他就去找骨科的医师说 你不是当时候跟我讲 吃药就会好吗 为什么还没好 那骨科医师也不好意思 就想了老半天 他说这个有些人会好 有些人不会好 不过我脚跟也在痛 我自己也没好 他一听 那这样就没得玩了 所以他只好再去找中医 那中医不是中医师 就是找一些民俗疗法 就是国术馆 结果他就在脚底帮他拍打 然后贴药布 那这个会不会好 不会好 所以他折磨了一两年 那就是拍到影子去 这个也绝对不会好 所以你一定要分出哪一段 那这个全世界没有书 讲得那么白啦 也没有 也已经没有人说出哪一段 是由哪里管 已经没有了 那这一套你完全可以对峙 那这样脚趾头我再讲一下 如果拇指痛 拇指痛那脚背有这四条 他这个画到比较下来 应该再上来一点 那如果是拇指痛 那是揉这一条 如果食指痛揉这两条 懂我意思吧 中间的都揉两条 尾指跟拇指各揉一条 因为旁边已经没有了 这样指头的眉睫都可以管到 尤其这里拇指啊 这里常常会肿 我们常常说什么 尿酸性关节炎 有没有 这里啊很多人会肿 然后尿酸一高就痛 那很多医学就是说 这是什么尿酸性关节炎 或痛风 都甚至会长那个硬的 那好 这个是不是真的 是这样吗 医学常常在探讨的 然后就叫我们饮食要注意啊 不能吃含普林很高的 是吧 你们是不是这里也这么讲 也是喔 所以就要进内脏啊 什么一些海鲜啊 然后甚至海带啊 甚至还有人进到豆类 对不对 豆类要不要进 要进吗 我问各位 如果光从那个含普林高的 豆类要不要进 豆类不要进 要不然进了素食吃什么 素食都是豆类 然后也有一本书已经写得很白 真正在进欧美是不进豆类 都是东方人在进豆类 因为他含普林老实讲以分析也不够高 那为什么要进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迷思 那很多医师又会叫我们进豆类 那进到什么也不能吃 但是我做过一个实验就是 这里痛 尿酸性关节炎真正会痛的 没有多少在西医的比例也不高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 尿酸高了 那也就是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 即使尿酸高它本身也不会痛 那这个就产生一个什么 统计数字就出现一个 没有出现百分百 也就是没有百分百的理论都有问题 那也就是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也就是尿酸会造成痛的 它一定不是主因 要不然如果是主因 那百分之七十五跟八十五 为什么又不痛 是吧 所以这个用我们的角度来看 很快就厘清了 那也就是简单的讲 一定是什么 金伤在前 也就是因 金是因嘛 因已经伤了 那再遇到炎那才会痛 所以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 它本身是什么 金没有伤 这样你们能理解了吧 所以它普林再怎么吃 内脏再怎么吃 其实尿酸再怎么高 它会不会痛 就不会了 所以医学常常盲点就出在这里 他们因不谈 因不谈绝对是一个盲点 它直接从炎到影子 这个就有问题了 所以它这一张图表就可以很看 很快也看清楚医学的盲点 所以我也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那些尿酸而产生痛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 我做了什么实验呢 我就是把这些人啊 金把它揉松了 他们本来很痛 揉松了痛也没有了对不对 然后我叫他们回诊 再把它们继续揉 揉到直到他们都不痛 那些痛点完全消失了 我告诉他们 你从此以后什么都能吃了 那吃完我叫他们要回诊 也就是如果尿酸高的时候要回报 就有几个回报给我 他们说果然吃了尿酸高起来 我就接着问你们痛不痛 他说不痛啊不痛了 这个让我更证实一件事 也就是当你因处理好了 原来的时候因缘不计足症状会不会产生 这样你们理解了吧 所以这样的理解你们用在我们的 中医的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同的道理 刚刚像他说风一吹来就会痛 那风是什么 炎哦 那他是筋伤 屁股那个筋伤在前对不对 那风一吹他的筋就会怎么样 奔紧 那所以他的肌腱就怎么样更痛 这样你们就能理解 要不然中医没有筋的概念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风就造成病 所以他就在说我们所有的痛或臂症 都是因风含湿引起的 错 那风含湿引起 那大部分能吹到风含湿 不就应该都痛了吗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痛 所以这就是中医很多讲不通的地方 就是缺少了跟西医刚刚犯的一样的问题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很多理 你这样一排 你就可以看清楚整个大架构 所以我才说 你们如果越听你们就知道 这个是医学整个的架构 慢慢就会厘清 那这个问题 我刚刚也顺便把脚都讲清楚了 好我们开始来辨证 现在他的痛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好 那他还有哪一个点痛 好这一点痛 这一点也痛 好这一点是由哪里治的 我刚刚讲的 由怀骨对不对 内侧还是外侧 内侧 内侧 因为他是偏内侧 如果外侧是在这里对不对 我们就揉 如果中间呢 中间就两侧 因为不知道哪一边嘛 那现在很显然他是靠内侧 所以我们要揉内侧这一条 对吧 好那这个中间 这里痛 如果这里痛 还是属中间这一段 对不对 他已经痛到底面来了 是吧 这里是吧 这里都有一点 好 这里都有一点 很简单 如果这里 好脚跟没有 那很显然 刚刚那个脚踝 这里前沿管理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底下呢 是由中 下面 这里 好像我们时钟的六点 这一点就是管理主底的中间 六点这个位置 那差不多这个点 差不多几点呢 八点到九点 那个位置 就是管理主底的 这样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主底不痛 所以后面这一点一定没有痛点 它的痛点就从这里开始 一路痛到这里 我已经知道它的痛点 所以它讲完 我已经知道开关伤到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诊断跟治疗是结合在一起 好那它痛这一点 你只要把这一点揉开了 这里的还有这里的 通通可以好 但是这一点会不会好 不会好喔 这一点是由哪里管的 臀部啊 这里是你看 大家再看一下 这里一圈 压在圈上的还是组什么 臀部管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 这一点就对到臀部 所以它这一拐 除了摔伤屁股以外 脚踝也确定 内侧颜扭伤了 它没有伤到外侧颜 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我们开始来一步一步做 好 我现在如果揉臀部 它的脚踝内侧颜也会怎么样 稍微缓解 所以对这个足背 还会有缓解的作用 但是舒服点 不是主要点 好我一个一个揉给大家看 这里疼吗 好疼啊 好 疼 疼 特疼 这一点呢 这一点少又好一点也疼 也疼 好 疼 你摔几天了 5号14号 三天前摔伤了 好 那这一点不疼了是吗 疼 这下面也疼 那它整排都摔伤 臀部整排 因为从第一点就在疼了 对不对 这个也疼 对不对 好大家看喔 第三点 这个也疼 对不对 到第四点还在疼 是吧 这个好一点点也疼 好 也疼 好一点点 所以它就是整排都疼 好 好那我们整排都帮它揉开吧 好疼 它真正痛点是在第一点 我认为第一点才是 更好的 真的 好 所以这一点最疼 好那我先把你这一点揉开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帮你舒缓它 好痛苦已经过去了 这样舒服吗 舒服 舒服啊好 好 好 这样可以了 你先看你的脚踝 我们先看脚踝 那个足底我还没有处理 脚踝不痛啊 真的吗 真的 确定 不同了 不同了 所以脚踝你会 如果没有这一套 你会想到屁股吗 不可能 真的 即使怎么扎都是小开关 那它真正痛点 是第一个点 那 你现在内侧那个 跟脚踝有没有比较松 也松了一点 也松了一点 但是它没有好 因为什么样 我揉完之后 它对内侧的脚踝 会不会比较改善 会 所以它间接会怎么样 让足底 还有足背也比较舒服 但那个是舒服点 小开关 这样懂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怎么样 处理内侧 好 我来处理给大家看 那它一定是这个 直接对过来这一点再痛 还有前沿 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找起 这一点疼不疼 我现在按的一定都是它的疼点 这里也疼对不对 这里疼不疼 这里也疼 好 最后一点 这里呢 但是比较这一点轻了 这一点最疼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对这里 那我刚刚这一点 它说有一点点 但是对脚跟 所以脚跟不严重 它只是有稍微而已 所以真正的问题 还是出在这里 这一点 这一点最疼 好 那这一点应该也是疼吧 也疼 也疼对不对 但是没那么疼 好 所以你真正是足底这一点 比较疼 这个疼 这个疼 好 好 好 这样可以了 这前面好一点 前面喔 旁边是好的 前面有一点疼 对不对 那原来它前面疼 前面是哪里处理的 对对对有人比出来 是上面这个 我刚刚有交了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 刚刚没有跟我们说前面 所以等它好的时候 它有一些次要痛点 就出现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要不要再做 要 要继续做 要好人帮到底 那它这里下面的跟旁边的 不见了对不对 对现在只剩你再比一下 确认一下 前面 前面哪里 来你现在再比给大家看 这里 这里是吗 这里整片 好 好 好 那这样 它一定是这个 这里痛吗 这里疼 对不对 这里呢 这里好一点点也疼 这一点最疼 所以它这里疼 对过来刚好这一点 所以我们直接从这个下手就好 这一点疼 好疼 这一点最疼 好 那这个我再看看 这一点疼不疼 有一点 就没有刚刚那么疼是吗 没有 所以你是伤到刚刚那 那我再看后面那棘子看看 这一点 这里也疼 这里也疼 对 이거 对 太疼 可以 不行 等一下 再疼 对 这个疼 这个疼 不疼 这里好疼 这里好疼 对 所以你伤到的部位还蛮多 蛮多 是 你是不纯粹 我甩下去这样下去 这个屁股坐地下 这个就脚就撑住的 一边坐下去一边没坐下去 好 这样我们都揉过了 我们再试试看 前沿我也做了 好了 确定了 是啊 所以你看他伤到的是 足底的中段还有前段 他都伤到 所以前段跟中段 治疗不一样的 你们现在也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研究 足底都是足底 怎么会分那么多 然后管理的部位竟然不一样 谁会清楚 然后到哪里是界线 我相信没有医学搞到这么清楚 所以我一直说针灸就是这样 针灸它一直没有把怎么样 部位很清晰 一扎针下去 它影响的疾病的范围在哪里 一直没有很清楚 所以后人才知道 很多一个病就要扎好多针 这也是问题所在 现在蛮轻松了吧 很轻松 很轻松了 好 那就是这几个点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